3月3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全票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1,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2,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其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新增了候选人需获得不少于188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且在5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需不少于15名的要求。 香港立法会建制派召集人廖长江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样的安排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 这个做法呢就是更有这个广泛代表性,因为行政长官是全香港的行政长官,所以如果你的代表性,这个提名方面这个代表性高的话呢,那么选委也看到了你是受到基本的广泛支持的一个行政长官场候选人,那在投票的时候他也有一个考量,是吧,所以他们就不用担心, 这个他不会得到公会的支持,他不会得到上阶的支持,他不会受到这个法律界的支持,这个就是不得到专业界的这个支持,但是不用担心这个,他就能够拿到这个15,每个界别拿到15个提名的话呢,你只有基本的广泛代表性,所以我们投票也比较放心。 根据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二,香港区议会议员不再纳入立法会议席,也是其中一大变革之一,对此廖长江援引基本法第97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有关地区管理和其他事务的咨询。 廖长江指出,区议会不应是一个行使公权力的团体。 区议会本身不是一个应该行使公权力的一个机构,基本法应该是第75条吧,已经说明了,这是一个非政权性的一个地区咨询组织。 提及立法会的乱象,廖长江表示自己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 例如,因为兰朝派的拉布等行径,至七个月无法选出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 他表示,未来结合完善选举制度与修改议事规则的办法,立法会以前的乱象应该不会再发生,但立法会未来也将面对很多挑战。 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立法会未来要面对很多挑战,就是我们的,在现在呢,我们没有一个,不需要实践跟精力跟这个反对派,南朝派去纠缠。 那我们应该把这个精力放在有间歇性的一个方面,比方说为这个经济发展,为民生啊,保障民生方面呢,多做一点工作。 所以我也希望,请个选举制度的改变呢,能够提升,啊,景体,立法会议员的素质,啊,让我们更能够,更有效地能够服务市民。 这是市民期待已久的。 廖长江强调,此次改变为香港带来希望,相信能在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有效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未来。 这些改变呢,我相信会为香港带来的一个希望,我们就能够恢复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社会状态,我们能够谋划香港的进制社会发展, 我们能够尽量有效地解决,啊,我们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年轻人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未来,啊,所以呢,这些举措呢,是会为香港带来希望的。